娘,你不要再说了,你已经跟我说了三天了,我也想明白了,嫁人就嫁人吧。 那好,你想嫁给什么人? 嫁给什么人,能由得了我吗?你一直在提前,就嫁给有钱人吧。 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叫宋莲,因家到中落,被贪财的敬母逼得只能嫁给富商陈家做小妾。 迎亲的路上,她故意躲开了迎亲的花轿,她穿着一身学生服,梳着两根大长辫子,只身一人来到陈家,阁楼上的管家得知来人正是要过门的四太太,立马改变姿态, 急急忙忙地下楼迎接,本想着帮宋莲提行礼,却被直接拒绝。 进门前,一个丫鬟正在一旁洗衣服,宋莲一路风尘仆仆,手臂上都是汗水,便蹲了下来用水盆洗手。 丫鬟叫嫁儿,她一直渴望做老爷的小妾,看到宋莲蹲在自己面前,便询问她是谁。 宋莲并没有回答,直到管家喊她四太太后,嫁儿毫不犹豫地夺过宋莲正在洗手的脸盆。 宋莲不解对方的举动,不过明显可以看出对方存在恶意。 年少轻狂的宋莲自然也没给她好脸色,她轻蔑地使唤嫁儿将自己的行李拿进屋。 你把箱子给我离你去。 进屋后,满屋的红灯笼映入眼帘,宋莲问管家,屋里为什么要挂那么多红灯笼? 没好气的嫁儿回答, 不是你来了吗? 傍晚时分,各个院子门前都点亮了红灯笼,几个下人按规矩伺候宋莲。 他们给宋莲洗完脚,再套上红布头,然后用两个小锤子不停敲打宋莲的脚底。 老妈子看到宋莲满脸的疑惑,便安慰道。 夜幕降临,宋莲换好了嫁衣,在床边等候老爷的灵性。 很快老爷进门,他告诉宋莲敲脚的原因。 随后二人在床上睡下,宋莲害羞地想灭灯,老爷却不许。 把灯灭了? 那怎么着? 我就是为了看得清清楚楚,才点这么多灯的。 亮亮亮亮的都好。 可没过一会,丫鬟来禀报,三太太得了疾病,求老爷去一趟。 就这样新婚之夜,宋莲被抛下独守空房。 她举起灯笼,望着镜子中的自己,怎么也不敢相信。 早上还是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如今却沦落为封建淤泥下的玩物。 想到这里,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清晨,宋莲换上太太的装束。 管家按照规矩,带她去拜见老祖宗,和其他另外三位太太。 大太太是个年华已逝的老妇人,一副老太隆中的样子。 她如同家长般,乱条丝里地教导宋莲。 随后宋莲来拜见二太太卓云。 卓云倒是很热情,不仅亲自出门相迎,还主动和宋莲讲起陈家的规矩。 宋莲这才明白垂脚的意义。 卓云欲有一女,名叫一针,随后管家催促宋莲去拜见三太太。 卓云告诉宋莲,三太太以前可是个有名的戏子,不仅长得好看,还多才多艺。 昨晚三太太装病就是她演的一出戏而已。 当宋莲来到三太太院子时,三太太却以身体不适为由,对宋莲避而不见,下人则带着三太太的小少爷前来拜见。 宋莲有些气不过,扭头就走,回到屋里,她坐在床边生着闷气。 此时老妈子带来一个丫鬟伺候宋莲,而这个丫鬟正是先前没给宋莲好脸色的叶儿。 本来就有气的宋莲,正好拿叶儿出气,故意刁难地问她头上没有狮子吧。 老妈子赶忙让叶儿蹲下,两人一高一低,明显就是让叶儿知道自己的身份。 随后宋莲让叶儿去洗头,并把自己的衣服洗了。 叶儿非常不情愿地拿着衣服出门,而叶儿之所以内心愤愤不平,是因为她自视老爷喜欢自己,以为自己会成为四太太。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宋莲,老妈子好言相劝,让她好好伺候四太太,别胡思乱想了。 她只好乖乖地去洗衣服,不甘心的她还在宋莲的衣物上吐了几口唾沫。 众人吃午饭时,只有三太太姗姗来吃,一身红旗袍,一脸冷漠地看了一眼宋莲。 宋莲好生好气地叫了一声三姐,可她却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老爷交代三人要好生照顾四妹,大太太和二太太都会主动给宋莲加菜,三太太却只顾吃自己的。 宋莲也不动筷子,因为她吃不惯荤菜,臣服的规矩。 昨晚点灯的太太隔天有点菜的权利,宋莲点了自己喜欢的菠菜豆腐,老爷就让后厨做了一份。 又到傍晚时分,四位太太像商品一样,站在自己的院门口,等待着老爷点灯。 老爷对新太太的热乎劲还没消退,所以当天又是宋莲的院子点灯,大太太习以为常地转身回屋。 三太太嗤之以鼻,只有二太太满脸笑意,宋莲也开始享受点灯敲脚的过程,心情自然是十分舒畅。 到了晚上,三太太的丫鬟又称三太太病了,宋莲赌气地说, 那你过去吧,以后也被到我这儿来了。 不是这个意思。 老爷为了安抚四太太,当晚就留在了四太太房中,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 三太太就在楼顶唱起了戏曲,与次打扰与老爷相处。 宋莲怒气冲冲地来到楼顶,果然看到三太太穿着戏服在唱戏。 见到宋莲前来,三太太的目的达到,唱完小曲后,便准备打道回府。 宋莲也不是好惹的,两人一番唇枪舌战之后,宋莲带着满枪怒火回到屋内, 可刚回屋,就看到老爷对燕儿上下其手。 燕儿看了宋莲一眼,若无其事地离开,老爷也丝毫没有歉意,随便哄了两句。 见宋莲并不温顺,便转身去了三太太那边。 宋莲的灯灭了,三太太的灯亮了起来,看着她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美好气的宋莲直接回房,她开始渴望自己被敲脚。 听着三太太屋里传来的敲脚声,宋莲就把气撒在燕儿身上, 一脚踢翻了洗脚盆,而三院传来的唱戏声和老爷的叫好声, 让宋莲更压抑,她只好到楼上去散散心, 不知不觉她走到一个封闭上锁的小屋子。 从门缝看进去,只看到几双破旧的绣花鞋。 卓云看到宋莲神情低落,便劝她放宽心, 还送一块名贵的布料给宋莲做衣裳。 言语中还不断贬低三太太,而提及到屋顶的小房子。 卓云说那里有好几个上一代的女眷上吊儿亡, 府中即会谈这个,宋莲若有所思地离开了。 这天,老爷进城,只留下四位太太吃饭, 桌上没有宋莲爱吃的菠菜豆腐, 三太太点的都是自己喜欢吃的荤菜。 宋莲气不过,转身就回到自己的院子, 她百无聊赖地站在门边,随后打开行李箱, 看到自己未出价时的白衣裳, 又看着自己心爱的笛子,内心是五味杂陈的。 就在此时三太太邀请宋莲去打麻将, 刚生了一肚子气的宋莲自然拒绝, 没想到三太太不死心,还亲自上门邀约, 看宋莲还是不打算去,便用上了激将法。 我想四妹也不会那么小心眼, 既怕输了人,又怕输了钱吧。 四妹要是真的怕输,三姐我让你了。 既然三姐这么说了,那我是非去不可了。 你也不用让我,谁输谁赢,还真说不准呢。 就这样宋莲到三太太的房间打麻将, 台桌上有一位高医生,是三太太的就相识, 而就在打牌期间,老爷回来,到寺院不见宋莲, 心中责怪宋莲乱跑,便去了二太太的院子。 随后二太太房间传出敲脚声,宋莲心中不快, 卓云劝宋莲就把老爷让给卓云吧。 毕竟卓云进来也是闷闷不乐, 而卓云对老爷可是关怀备志, 不仅垂背伺候,还百般殷勤地说想给老爷生个儿子。 此时高医生打开唱片机, 三太太当年红遍全程的戏曲缓缓传来, 三太太不惊感慨,自己早就不如从前了。 宋莲弯腰剪排时, 无意中看见三太太的足尖正蹭着高医生的小腿, 十分暧昧,宋莲看着两人若无其事, 又暗藏笑意的脸,脑中如万马奔腾。 就这样秋天来了, 陈家的大少爷回来, 他在楼上吹着笛子, 宋莲寻声而来, 听完大少爷的笛声后, 宋莲回到屋里翻箱倒柜地找寻自己带来的笛子, 可怎么也找不到, 他觉得肯定是被人偷走了, 而重点怀疑对象就是燕儿, 可燕儿矢口否认自己有偷盗行为, 于是宋莲拉着他去房间翻找, 一推门, 发现满屋子的红灯笼。 你还想不想活了? 四太太, 我求求你了, 也千万不要往外讲了。 好,我不讲, 你把笛子还给我。 四太太, 我真的没拿, 我真的没拿你的笛子。 见燕儿还是不肯交出笛子, 他便开始在屋内翻箱倒柜寻找, 笛子没找到, 倒是发现了一个玩偶, 上面还写着自己的名字, 并扎满密密麻麻的针, 看到这个宋莲再也忍不住了, 他歇斯底里地打着燕儿, 燕儿哭得很大声, 宋莲突然想到, 燕儿并不识字, 这肯定是有人指使他干的。 于是宋莲用灯笼的识要挟燕儿说出幕后主使, 燕儿说出的名字让宋莲大吃一惊, 没想到幕后使者竟然是平日里, 看起来和蔼可亲的卓云, 此刻宋莲才觉得这身宅大院的人都居心叵测, 而笛子的视野水落石出, 是老爷发现笛子, 误以为是某个男学生送给宋莲的, 便把笛子给烧了, 而实际上这笛子是宋莲父亲留给他的遗物, 宋莲愤愤不平, 老爷看他不给自己好脸色, 便转身去了二太太那边, 隔天二太太卓云就假惺惺地来看望宋莲, 宋莲看透卓云的阴暗, 语气也变得冷淡, 随后卓云提出让宋莲给自己剪头发, 因为老爷说过, 他剪短发险的年轻, 六神无主的宋莲在给卓云剪头发时, 不小心剪到卓云的耳朵, 疼得卓云直跺脚, 这时闹得陈家人尽皆知, 而三太太早就看透卓云的嘴脸, 他来到宋莲屋内, 和宋莲吐露了心声, 原来他心里最恨的就是卓云, 当初他们俩差不多时间怀孕, 卓云偷偷在他怀孕期间放剁胎药, 好在命大, 孩子没有被打掉, 可到了孩子快出生时, 卓云又给自己打催产针, 就是想把孩子生在他的孩子前面, 三太太还劝宋莲早日生个男丁, 不然地位难保, 而卓云也算因祸得福, 老爷为了安抚他, 决定多陪他几天, 宋莲来到二院看望, 此时下人正在给卓云敲脚, 一番假心假意的客套话打发了宋莲, 宋莲回到屋内, 听着急促的敲脚声, 心中很是不平, 燕儿也在自己的屋内幻想着被敲脚的人是自己, 可没幻想多久, 就被宋莲叫去捏脚了, 燕儿内心很不悦, 嘴里嘟囔着, 有本事让老妈子给你垂脚呀, 燕儿的激将法激怒了好强的宋莲, 她假装怀孕, 老爷得知后自然高兴得不得了, 她把心思都放在了宋莲身上,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冬天, 努平子贵的宋莲成为府上最金贵的主子, 每天享受着敲脚的幸福, 每日还叫下人把饭菜直接端入房中, 不仅如此, 宋莲还让老爷请卓云给自己捏背, 三太太就在一旁冷嘲热讽地说, 二姐, 去就去嘛, 把你伺候老爷的那套本事都使出来嘛, 不会吃亏的, 你把四妹伺候好了, 老爷不也高兴吗? 怎么样, 舒坦那儿了吗? 嗯, 好多了, 二姐, 手再轻点 这天叶儿准备清洗宋莲的白裤子, 看到了一块鲜红的血迹, 很明显这是女子来越试才有的, 他就将这个情况告诉给卓云, 卓云便假借关心之意, 向老爷提出让高医生来看看宋莲的身体, 高医生的突袭让宋莲措手不及, 陈老爷, 四太太没有身影, 你说什么? 当真? 我以前仔细检查过, 四太太确实没有身影, 得知真相的老爷勃然大怒, 怒斥完宋莲后, 下令封了寺院的灯, 一盏盏红灯笼被黑色的布袋蒙起, 寺院瞬间黯然失色, 死气沉沉的, 宋莲怀疑此事是燕儿告的命,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把燕儿屋内的所有红灯笼都丢了出来, 燕儿所有的欲望和幻想都在这矮白血之上, 却随着一把大火复制一炬, 燕儿被罚跪在院内的血地上, 管家告诉燕儿, 大太太表示, 被冻得不轻, 老爷派人将她送往医院, 宋莲心乱如麻, 她并没有想害燕儿的性命, 只是想教训一下她而已, 三太太好心前来劝说, 可宋莲并不领情, 她对查出自己没身孕的高医生颇有怨言, 并当面说出了两人的私情, 三太太恼羞沉默, 威胁宋莲不准说出去, 两人的关系又变得水火不容, 回到屋内, 老爷让老妈子来伺候宋莲, 而今天是宋莲20岁的生日, 却没人知道, 她让老妈子去打点酒喝, 她想一醉放休, 老妈子告诉宋莲, 燕儿死一怨了, 听说死前不停地喊宋莲的名字, 宋莲嘴上自我安慰, 但心里早就溃不成军, 她喝得鸣饼大醉, 老妈子看到大少爷回来, 便让大少爷去劝说宋莲, 在酒精的催促下, 宋莲的爱意就快要吐露出来, 大少爷理智地选择离开, 而宋莲在院里耍酒疯, 卓云带人前来制止, 可宋莲酒精上头, 说出了三太太和高医生的事, 卓云一听, 当即动起了歪心思, 隔天清晨, 宋莲浑浑噩噩地被喧闹声吵醒, 只见远处飘荡的几盏红灯笼, 和三太太撕心裂肺地呼喊, 而后视一脸得意的卓云, 幸亏你昨天跟我说了这事, 要不然, 还不定要出多大乱子呢? 宋莲不明白, 问了下人才知道昨日自己酒后把三太太给出卖了, 宋莲不敢相信是自己害了三太太, 宋莲的内心被浓浓地歉意和愧疚填满, 没过一会, 屋顶传来脚步声, 只见三太太被几名壮汉抬到屋顶, 他小心翼翼地跟上前, 他看到三太太被送进屋顶的小屋子里, 片刻之后就没声了, 众人散去, 唯独少了三太太的身影, 宋莲慢慢走上前去, 看见三太太的尸体, 他被这一幕吓坏了, 惊恐地大叫杀人了, 老爷看到精神失常的宋莲让他闭嘴, 可他嘴里依然喃喃自语地说陈家杀人了, 这天夜里, 三太太屋里的灯突然亮了, 还响起三太太唱戏的声音, 吓人都说是闹鬼了, 吓得是四散逃开, 而这一切都是宋莲干的, 她的心已经死了, 第二年夏天, 陈家锣鼓喧天的, 五一太被取进了门, 又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她在这冷酷的大院子是否会重复着宋莲的生活, 咱不得而知, 电影只告诉我们宋莲已经疯了, 整天穿着自己少女时的白衫黑裙, 扎着两只乌黑的马尾便, 在院子里徘徊,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是张艺谋导演1991年的作品, 这部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很多奖项, 电影改编自苏同的小说《妻妾成群》, 影片围绕封建里叫展开话题, 讲述了民国年间一个大户人家的几房一太太争风吃醋, 并引发一系列悲剧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艺术水准是毋庸置疑的, 故事剧本, 思想内涵, 演员表演, 场景设置, 画面构图等等方面的表现均极具功力, 整部电影也极具杀伤力, 跟社会现实连接起来, 电影的深层结构便显得特别丰富, 大太太是个一入门便依循老规矩办事的马列主义老太, 二太太是个典型的两面派, 三太太是天生的嗜宠生交派, 以为受宠便可以胡作非为, 四太太既想获得宠幸, 互相轻压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 对封建主义的嘲讽入目三分。